今天要改變 我覺得這個是機會來的 這次現在看到中國做的事情 大家看到是行不通的 就逐步我們要趁現在中國經濟不動 全世界都在反對它那些情況之下 我們就要提出 我們不要這個打一筒 我們要一套好的聯邦制度 聯邦制止是現在全世界是流行的制度 強的國家 各個國家都是一套這樣的事情 地方有地方的政府 中央有中央的政府 不只是靠一個中央政府半大選舉 我們將來很快有機會就告訴全世界 我們要一套好的權力可以下放的 就不只是由中央管制 中央管制就是會造成嚴重的貪污 嚴重的獨裁 嚴重的專制 一定要拿這套劇劇用一套 是現在文明世界用的東西 就是地區還地區 中央還中央 中央管的東西 聯邦管的東西 就是中央聯邦政府管的東西 就是聯邦政府管的東西 聯邦政府的東西 地區政府管的東西應該用的東西 因為每個國家 尤其是中國這麼大的國家 你肯定要有不同的 如果哪個地區要求獨立 要求脫離 要給他這個權利 將來他覺得應該參加 他又有這個權利 參加也好 脫離也好 這個是人民的選擇 不是說習近平不說了算 我們一定要讓全世界知道 我們不贊成那套中共那套專制和中央集團 我們要求有地方自治 我們一定要讓全世界知道 否則當中共臨當的時候 我們又不說的話 如果中共臨當 我們又不說的時候 那就變成了 展展看又是這套東西下去 這套東西下去 我們真的以後就不用說了 你好像現在加州 很多人對加州不滿意 治安又不好 稅又高 是不是? 就搞到福利都亂了大陸 那些福利 我剛才跟他們吃飯 吃早餐都是 就是那些都是由加州過來的 真的亂了大陸 那你變成你可以 沒有了 我就住加州 好 我就住去內華達州 或者去阿里松納州 或者去德州 我去那些州 那就是這種選擇 這個是好事來的 就是將來那些人覺得 上海不要住了 我搬去第二個省住 這個是自由的 或者譬如新疆也好 內蒙古也好 西藏也好 他們想獨立 因為獨立 我們自由出去就可以了 沒問題的 獨立不是錯 獨立不是犯罪 但是共產黨說了獨立就是很大的事 分裂國家是不是也不做 直接用這個名字來套你 不要中他們的計 不中中國的計 一定要獨立有獨立的好 日久必分 日久必合 他有需要就這樣做 不是說沒有一個唯一的制度是對錯的 但是你逼著人家就是錯的 逼著人家做某種東西 一定是錯的 我們現在人是有了教授 教育 是有腦的 我們不是動物的 動物你怎麼改我 當我羊這樣改我 我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是人嘛 人是獨立思維的嘛 我們知道什麼是好 什麼是不好 就是我們自己選擇 不用習近平告訴我們 習近平告訴我們是為了他自己的一尊 一尊的權力 他不是為了我們的嘛 我們當然是為了自己啦 我們自決 沒有理由我自決不是為了自己的 所以我們的選擇 只是真的選擇 習近平的選擇是為他自己的 是自私的 自私自利的選擇 到今天 麻煩你 到了今天 如果還是不明白這件事呢 真的有些問題啦 真的很有問題 另外你完全是 改不上時代了 就是你當人民族是奴隸 當人民族是奴隸 當我們自己是奴隸的話呢 當然啦 當然要找一個聰明的精英的人領導我們啦 這個是奴隸的時代 但是今天不是嘛 今天你們受到這麼好的教育 大部分人都有機會受到大學的教育 那你中學教育都不差嘛 你就明白 有資訊又這麼發達 你沒有理由 還是當自己是奴隸 那個奴隸主人 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無辜就自己去避奴隸法 怎麼可以呢 所以我就覺得 我實際講的東西根本是大家都明白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可能大家都不敢說了 因為現在有了國安法 更加不敢說了 是不是 怕死得罪中共的 我就覺得一定要自決 自決將來你什麼制度 就由人民自己 當地人民自己決定 不是說共產黨 不是說習近平說了算 是我們自己說了算 這個是自決 將來新疆 他們叫自己做中特權資產 那你就叫得夠了 你不要侵犯我們的權益就可以了 當時他喜歡聯邦也可以 喜歡國內也可以 就只有他自己決定了 蒙古人也是 他喜歡參加了外蒙 參加了外蒙 他都是做生意的 最後他都要生存 他的產品都要賣給中國 中國也要那些產品賣給他 這個貿易是最和平的 大家相處的辦法 一旦貿易之間就沒有了帳架了 共產黨的帳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毛孤孤又挑起什麼九段線 十一段線 說那個南海是他的 只不過有一個滑造地圖佬 滑造地圖佬 滑造地圖一個線 那就變成是他了 那你憑什麼說是你的呢 你憑什麼呢 所以這件事根本就是 他就為了土地 他就是這樣霸佬了 所以我告訴你 他這個東西 這就是制度戰爭的 要不然南海有這麼多事 如果台灣人有他自決的權利的話 你有什麼權打他呢? 香港如果有自決的話 我們參加了兩制的問題 那怎麼會搞成今天這樣呢? 整件事就是被這個大一統害死 將來中共的滅亡都是因為這個大一統的概念 在今時今日的世界那裡已經是不可以撐下去了 所以你看到 基本上在這個大一統 你看看新疆現在得到多少人的同性 會否與人多多少得到人的同性 人家就明白了 那他為了人家 人家為了 我們都沒有說獨立 只不過說中共侵佔了他們的利益 但是現在就逼著他們搞獨立 原本都沒有這樣的 原本是新疆人都沒有打算獨立 如果你對我好 大家就逼我一槍 後來一路逼 一路逼 要拿走他們的權利 跟西藏一樣 逼到他們去做獨立 那蒙古人就沒有辦法了 讓他們提亮一些漢人進去 蒙古人就聰明一點 不敢說聲 但是我個別 跟蒙古人聊天 每個人都想看 不想被中共管 實際原本就沒有這麼大件事的 但是你這樣管 我們香港 原本都沒有什麼所謂 你就進來吧 一個良性一個良性沒什麼所謂 給你做特首沒什麼所謂 但是現在搞成這樣 他根本他都忍不住了 他一定要管理 一定要拿到全權 給你一點點分的權 他都不需要 所以搞出現在這樣的情況 最重要的 他就不只是在香港 澳門了 他又要搞台灣了 搞台灣 他下一步就去東南亞了 東南亞他已經搞定了 搞了廣告寨和老渦了 現在又要搞到面前了 他在那裡一步一步的擒 然後印度的邊境他又要搞壞了 他到處都要做事 做到事他都要控制 他沒有心思的 又說整個南海也是他的 南海裡面下面的資源全都是他的 印尼 印尼 菲律賓 越南在那裡開石油 那些也不對 但是他拿不拿出文件來 為什麼那個南海是他 除了曾經有一個人做了一個地圖 畫了一個十一個地圖 十一條線之外 根本就是完全沒有根據 說南海是屬於中亞人民共和國的 沒有 當然有很多人不好意思說 說出來好像叛國那樣 實際就是沒有 實際就是沒有 美國不是說要你的福利 只不過等通行無阻 所謂海運通行人都沒有要來過 美國說霸了變成美國的部分 又沒有說給了福利給誰 只不過南海的通行權 不容許有任何國家 在武力方面 用武力方面去阻止人的通行權 這樣就是看到的問題 這個大一統的結局是什麼呢 就是等於當日的沙皇時代 大一統 它是地域性的大一統 地緣性的 用那個geo politics 占緣性的大一統 終於就是擴張 就是越來越大 跟當日的拿破崙也好 跟當日的沙皇 俄羅斯沙皇和清朝那時候 康熙皇帝都是要國土越大越好 它就覺得安全了 它覺得就成功了 它控制到那個國家了 這個這樣的思維 老祖第二次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戰都已經不行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更加 就不容許的 全部都是每個國家自己 自己搞定自己 不准去侵犯人家 所以整套東西 就是講俄羅斯 為什麼今次只有俄羅斯 和中共還是這麼多外部的國家 因為它們還是一套老的本人 它們那套東西正確 就是有權說佔領別人的地方 這樣也行 有權就去到別人的國家那裡 說它那套東西好 用它那套東西 就是佔領啦 就是進攻啦 就是侵犯啦 侵犯別人的國土 這套東西絕對要不讓再可以發生的 所以我看西方呢 這次我就看一個好事 因為中共它要顯 叫做炎尿 它那隻超音速飛彈 搞到美國就知道了 這個不是競爭問題 這個是美國的本土安全問題 所以美國你看到的聲音 那政策轉了 就當它是敵人了 不是當是戰略競爭者 現在真是當了中共是敵人 那下去的政策呢 就是美國的政策呢 雖然我們說拜登有可能軟弱 不能軟弱 一說到安全 我不知道共和黨還是民主黨 不容許的 一個國防部也好 一個軍人也好 不容許那國家的安全 來給你中共決定的 一定要美國人絕對要控制自己的命運 控制自己的安全 所以美國會發展一些非常之特殊的武器 來對付你這個超音波的核彈 核彈 核彈 就是它隨時準備用核彈 所以我這個態度就改變了 所以你看到新疆的態度都改變了 對新疆更加辣 不是 比拜登對新疆更加辣 特朗普都沒有新疆都沒有怎麼做 只不過說反人類 就是種族民主席 但是沒有什麼措施的 這次拜登真的是落審 而且中共要證明它們是沒有新疆的內容 就是貨品裡面沒有新疆的成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看現在下去了 今年2021年 不過跟中共那個會辣到不得了 美國會辣 美國領導了其它歐美的國家 還有其它的自由 包括日本 對中共就不會再留什麼原地了 就是一步一步就是這樣 當它是敵人那樣 敵我分明 就不是所謂什麼競爭者 那些這樣的說話 我們當然清楚了 一向知道中共是當作敵人 美國以前以為呢 是啊 它可能當作敵人 但是它很差的 但是這次這個超氧速看了之後 就知道它不差 當然它可以消滅你美國的 它整個下來你沒得擋 所以美國人開始就醒過 所以就出這招新疆這招強制法律 我看我們要構成這個 香港人要出強制法律 就是到處都要不要妨礙 到處都要不要給中共有機會賺錢 不給它強大 因為他們現在知道它越是強大 美國就越是危險 不是一個競爭 不是一個輸了錢 或者給你贏了那個科技 不是這麼簡單 就是現在是 不是中共下去呢 就是消滅你美國 搞到你要跪在那裡 答應它 找它這些武器來威脅你 讓你接受它的領導 接受中共的領導 所以這件事現在變成一件這樣的事 是非常之好的 我覺得不是問題 現在變成了美國開始 就真的當它是敵人那麼快 就沒有說 還是好像有同一造型 當它是敵人之間就沒有生意做了 所以以後呢 就會在商業上 金融上全部脫鉤 我看過這個條件已經成熟了 各位這個看得很重要 因為以前呢 川普和蓬佩奧 就一直都是這樣知道的 要跟中國要脫鉤 但是拜登呢 就因為這次變成了這個 超音速導彈之後呢 都開始改變他們對中國的看法 變成了不是那種真實的 而是敵人 而且威脅到美國的整個安全的地方 一定要來對付它 那這樣東西就是有很大的轉變 大家就知道了 我們一定要站在美國那邊 一定要站在歐亞、歐美那邊 幫他們 因為中國那個呢 它既然可以對付美國 它一樣可以對付歐洲、對付日本 對付印度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 大家要團結起來對付中共 它一動就要對付它 最好它還沒動就要對付它 我就一直主張 不要等中共出手 等中共出手的時候可能太遲了 我們要做這些東西就要對付它 這個就是它這個制度 它這個大一統制度就是侵略性的 聯邦制度是和平的 因為你要這樣有這麼多的聯邦 裡面要統一去攻擊別人 或者是侵犯人的那些領土利益 很難統一的 但是呢好像現在習近平一個人說 他說就行了 他說其他人不敢搏他 所以他就可以做出這些這樣的 侵犯人負利益的 他說什麼 就是一個聯邦制度 基本上是和平的 你叫做美國人 敵度都不容易的 他今次因為有了 中國用了超音速來威脅他 所以逼著他等於在 等於在珍珠港那樣威脅到本土 他就逼著他要反制 逼著他要反制 所以呢 聯邦制度是一個和平的制度 就是現在中共那套東西 所謂中央集團 就是打一統 就是一個戰爭的一種勢態來的 記住這件事情 這個我們是不外得的 如果要中國將來太平 我們後代可以在和平的時代 這樣過下去 是一定要走回聯邦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只是和平的制度 記住啊 打一統是侵略性的制度 沒有打一統是和平的 終於都是變成侵略性的 因為那個人一不斷的集權 不斷的集權 他就要攻擊人家的 就要佔領人家的利益 你看中共以前在科技那裡 偷了多少東西 就騙了多少東西 全部是一種侵略性的做法 所以我就再想重複 就是不要聽中共說要愛國 我們要理念上要 大家要打一統 理念上 就是我們的理想 價值觀要打一統 是要和平的 是保證價值的 就不是說在土地上 在國豪上打一統 因為沒有意義的 這些根本就是很落後的東西 是很原始的東西 好 我今天講到這裡 我不是教訓你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沒什麼人說 好像中共對的那樣 不是 他根本就從頭到尾 沒有人挑戰他 他講很多謊 講得多得不得了 每天都講謊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全世界沒有人肯挑戰他 以後他講真謊 我們就要出來挑戰他 好 各位 今天講到這裡 再見 拜拜 到時候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